为了有效防范新冠疫情继续升温 南融县长李明珍公开呼吁中央加速疫苗采购 落实全民注射才是最有效的防疫作为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让地方政府来做看看 26号这一天南融县政府卫生局就行闻中央争取同意授权 而县府评估只要采购30万剂就足够九成的县民来使用 虽然说南融县政府只有投期款的经费 不过县长李明珍表示只要中央同意 就算负债也会想办法来购买疫苗 南投县政府在防疫会议中讨论 根据国际医疗的防疫经验 打预防针可以有效控制疫情 26日南投县政府卫生局用电子公文争取中央授权 我们在昨天已经经过现场签合之后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用电子公文宣报到 东央游行指挥中心请求同意 我是觉得已经一年多了 中央如果要买疫苗有困难 是不是能够开放 给我们地方政府来采购这个VNT的 这个非罪的疫苗来给我们县命来打 来预防 南投县长李明珍表示 目前南投县有13例确诊 虽然26日没有再增加 但是在天大地大人命最大的情形下 希望中央同意授权 我是希望中央能够在 不要现在是救人要紧 不要再考虑政治的因事 如果地方政府有这个能力去接洽 到买这个辉瑞VNT的疫苗 希望能够开放 给我们这个过线市自己来采购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持续扩大 南投县政府将动用紧急预备金 作为采购疫苗的投期款 如果中央同意授权 就算是负债 林县长也会想办法来支付费用 我们有四十几万人口 买三十万应该是可以足够来使用 我就要动用这个益备金 两千五百万 那么这个益备金两千五百万 是一个定金 估计要多少钱 我相信花了两亿的经费 我们还是要来花来买 这个钱不够的 我们可以挤债来买 没有什么问题 林县长表示 购买新冠肺炎预防针疫苗的计划 虽然经费庞大 但是获得民众的支持 我在手机 就是借到一个热心人士 他说如果能够买得到 县政府建议不足 他已经跟着承诺要建一百万 另外也有一个要建五百万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注射疫苗 都非常的重视 林县长呼吁中央让地方来做做看 大家团结合作 才能够将疫情控制下来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发红困难头线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